欢迎来到小小浅读 讲述好故事 聆听月心情 收听前请订阅小铃铛 便于您及时收听最新故事 李二旦看着这个男人 长得一般 穿的就是几十块一件的老头衫 但是话倒是挺有哲理的 他道 想不到啊 你知道的还挺多 那人说 谁不知道这些人啊 他们都是赌世界的大哥大 经他们出手 估计也没有别的人什么事了 你也是来赌石的 抓紧时间放弃了吧呀 不然的话倒霉的就是你 咱们就看他热闹 想要从中赚钱的就是找死 李二旦道 可拉倒吧 大家来这边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他啥就是啥嘛 谁还没有个赚钱的机会了 赌石就是看谁运气好 除了钱选石头 选中的石头是宝贝 他们还能咋地 杀人不成 还是把别人选中的石头 给直接抢走 赖人看着李二旦 就拿出来了手机 给他找了一系列的新闻 全都是车祸 各种各样的本地车祸 又被货车撞烂的 又和对面的车子撞一起的 也有直接开下悬崖的 还有在雨天行进的时候 看不到路口 撞到一边的山壁上的 真的以为都是车祸吗 我们本地人都很清楚了 基本上都是赌石结束之后 那些挑中了好东西的老板 被截下来了 不信你可以仔细查一查 他们出事前不久 都是参加过赌石的 是这样 都不是意外呀 这些大佬知道 有好的原石 从缅甸之类的地方开采出来 就过来了 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原石 好的最赚钱的石头 都被这些人评分了 本来有一些国内外的专家 想要抢夺一下 尝试突破这种垄断 可是都死了 从此后就知道了 根本不是对手 要么就遵守这个习惯 要么就是死 现在这些宝石商人 全都要和他们合作的 和他们合作的最大的劣势 就是价格虚高 本来一千万可以得到的原石 这些人就可以炒成三千万五千万 他们想要从别人那边卖 也不可能 大的原石 都被这些人给垄断住了 他们得到的利润 也少了很多 这次本来是一个好机会 一个姓龙的商人 促成了一个好机会 请了国内外的珠宝商人过来 想要把原石越过这些人 自己进行买卖 可是还是被杀了 这就是这两天的事情 今的原石弄不好 还是这些人独角戏 没意思 这人想来想去 郁闷得很 李二蛋道 你想要改变这个状况吧 是啊 多余的话我也不敢多 他非非地笑道 我们现在也就只能看看热闹吧 多余的就不要掺和了 不然的话 咋死的都不知道呢 可悲可叹 这人叹息不已 姓龙的那人也不是范范之辈 在海外和外地都是一个扛霸子人物了 可是死得这么惨 到现在还没办法破案 可见并不是这些大佬的对手 谁还敢和他们作对 现在这些老头子组成了一个翡翠协会 说死要保护本地的矿石资源 其实就是把控玉石的分配和流通 赚大钱呢 算了不说了 走了走了 越说越郁闷 李二蛋看着他的背影 微微皱眉 看来这个地方的人压力大呀 台上这样的大佬有12个 估计就是彻底的把原石全都给占据了吧 其他人就算是心里面有这个想法 估计也不敢有什么话 打不过人家吗 宋甜甜走过来问李二蛋 既然都这样了 你还要参加吗 要参加的 我可是答应了罗邦他解决现在的财务危机的 再说我这个人一向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这么大的一个土匪窝子 不毁了 不是我个性 你是不是 宋甜甜道 我不了解你 你不必问我呀 赵经理道 对呀 我们都是刚刚认识你的 你这样把宋甜甜拉下水 万一你到时候打不过那些人 你不会把他和我出来吧 李二蛋鄙视地看了看他 你也配 完了就走了 宋甜甜和赵经理互相看看 赶紧追上去了 赵经理心里有点失望 想不到这边的垄断有这么大了 本来以为都是靠运气和财力 大家吃肉他喝汤也行 谁知道竟然被人完全给垄断了 这以后还是有啥希望呢 要是完全投靠李二蛋 又担心他输了 会被那些人追究责任 麻烦了 愣着干啥 跟上去呀 宋甜甜跟着李二蛋走 你不怕他出事了 把我们都连累了 不怕 宋甜甜停了一下又道 我们这样的人物不投靠李二蛋 怎么可能有机会 难道去投靠哪些老头子吗 可是一旦李二蛋出事了 我们也可能出事 你刚才也是那么的 是啊 宋甜甜犹豫了一下又道 我刚才那么 是因为要让李二蛋知道我们冒很大的风险才投靠他 要得到好处 并不是要背叛他 你是不是傻 告诉李二蛋 我们为了你冒险 聊到好处也能多点 算是另类的表忠心 可是会死吧 赌食就是靠毒的 你不想付出 就想得到好处 做梦呢 我战李二蛋 将来我也会成为收益人 大不了就是死 反正我发不了财 只是当一个普通人 我是没办法接受的 踏着走过去了 他从到大 就是为了报仇活着的 受尽了人世间能想到的苦 可是奋斗了这么多年 迅速的就报了仇 仇人已经死掉 这对他来 就像是猛的抽走了他的生活的一些生活的方向和信心 他痛苦和空虚 现在才找到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赚钱 赚到很多很多钱 他选择跟着李二蛋 就不会后悔了 你呢 你到底是咋想的 赵经理道 我听你的 和你一起走 真的 当然了 我发现你一直不相信我呢 我这人话 一向算数的 他认真的道 宋甜甜哼了一声 我再观察观察吧 谁知道你是不是好人 行啊 我有这个信心 让你知道我的心意 我对别人不好 但是我对你 绝对是真心实意的 呵呵呵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宋甜甜哼一声 你对我不是总是没事就找茬吗 我咋知道 你的是真的 还是的假的 谁知道你会不会在背后害我 你放心 我绝对是真心的 我以前是挺讨厌你的 可是现在我觉得 你这样的辣椒个性 真的是太可爱了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真是一个神经病 莫非是受虐狂 我骂得这么难听 你也能喜欢我 嘿嘿 他看着宋甜甜 因为你很美丽呀 要是有这样漂亮的女朋友 就算是被打 我也愿意 主要是他听了李二蛋的话 知道这女人弱点就是顺毛 只要顺着他 就可以得到他的关爱了 他一下子就涌起了信心来了 追他 所以他就开始了半真半假的追求了 宋甜甜道 我看看你后来表现得怎么样吧 反正不相信你的 这两人就这么嘀嘀咕咕咕地过来了 李二蛋看看他们道 你们是来干啥的 我们决定跟着你 不管啥事都不会放弃你的 赵经理认真道 李二蛋很疑惑地道 你们就还是把你们的狐狸尾巴收一收吧 真是两个投机者呀 管他是不是投机者 我们现在是坚定地站在你这边的 我要是死了 你们咋办 我们也跟着死就是了 宋甜甜道 我反正不会放弃你的 赵经理看他宋甜甜 没吱声 他是不想死的 但是看着宋甜甜愿意这么 也不反对了 李二蛋已懒得理会 看着那些台上的人 那些老人在主持人引导下了一些废话 下面一阵阵的凌乱掌声 当然也没什么认真的当回事 这人最后道 那我就祝愿这次赌食大会 大家可以玩得开心吧 我给你们大家一个人准备了一颗班纸 是翡翠的 希望你们喜欢 下面的人 这下子就是真诚地喜欢了 全都开始欢呼起来 非常的开心 没想到啊 竟然有如此意外收获 真的有人拿着盒子过来了 一个人一颗班纸 李二蛋看看 全都是几十块钱的玩意儿 也不值钱的 不过还是拿了一颗带上了 其他人也全都喜气洋洋戴上了 很多人还拍照发了朋友圈 这帮人还挺会收买人心的 不然也不可能在这里坐这么久 李二蛋自言自语道 赵经理和宋甜甜都拿了戒指了 看上去都挺开心的 戴在手上 这就是情侣戒指吧 你看我们俩一样 赵经理道 得了吧 宋甜甜翻了一个白眼 没看到大家都一样 此时一辆车子从下面开过来了 上面的那些工作人员 飞快地打起来了一个棚子来 红色的棚顶 然后占据了很大一个面积 之后外面就竖起了一个栅栏 用抽签的方式进去了 一共是20个号码 选中的就可以进去了 选不中的就只能在外面等着了 不过我们会安设大屏幕 可以看到里面的选中石头的过程 李二蛋道 有意思啊 看看我们大家能不能进去吧 走了 去什么地方抽签 那边有人送东西过来了 有好几个人端着一个箱子 里面是一个一寸多长的签 大部分的人钱签是白色的 有抽到了紫红色的 就是中标了 需要交纳30万的保证金 才可以进去挑选 到时候要是没有抽到合适的原石 这些保证金不端 所以谨慎选择 希望大家都能抽中啊 这30万就是保证金了 要是想要占用名额得瑟的 就损失30万了 李二蛋道 赌石果然是烧钱的工作呀 啥也没干呢 就进去了几十万了 可不是 不过赌石也可以让一夜报复的 这就是刺激游戏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身后有嚷 李二蛋一愣虎头看看 是一个面目慈善的老头 头发眉毛都白了 没见过 不过他身边的见过 是刚才的那个梁玉玉 梁玉笑道 我爷爷刚来的 我和他了 我把玉壶卖掉点事情 我爷爷就让我过来介绍一下呢 哦 原来是这样 老爷子你好啊 老头笑咪咪的道道 我叫做梁刚 想不到你可以直接选中这个玉壶 看来眼光不错呀 伙子有虔诚 多谢夸奖 其实也就是瞎猜 梁刚道 瞎猜能选中这么好的东西 也是你的运气好 好事 赌食这一行业 就是看你的运气 和你的核能力 两样 只要战一样 就就赢了 你却是很幸运 全都战了 真的不错了 一会多多关照 他的眼里面 闪着智慧的光芒 好像是知道了什么一样 老爷子过奖了 其实我不一定能进去 李二旦 一定能进去的 梁玉玉急忙道 过来了 有人送了一盒子的签过来了 众人全都很激动 纷纷踊跃筹钱 当然也有放弃的 他们都是一般的游客 或者是看热闹的 不想进去 反正也不准备赌食 更不想花保证金 好几十万呢 干点啥不好 玉玉 你帮我筹钱 梁刚道 梁玉玉答应了 从里面抓了一张 是紫红色的 周围的人全都很震惊 姑娘很有运气啊 其他人大部分抽的 都是白色的 都很沮丧 失败了 扔到地上 一片片的雪花的 一样的白纸 不过很快就被人 清扫离开了 赵经理和宋甜甜 全都摸进去了 结果都是白色的 没有抽证 两人也不想去 所以平静得很 一起看向李二旦 李二旦道 我俩看看啊 他这就伸进去了 结果就真的中了 恭喜你了 赵经理笑道 你真的很幸运 是啊 我想着 要是你不中的话 怎么办呢 竟然真的中了 李二旦笑道 那我进去了 你们俩在外面等我呀 进去了 他就和老爷子进去了 让李二旦有点吃惊的是 明明是梁玉玉抽中的 但是工作人员 竟然没有阻拦梁刚 可以代替人筹钱吗 有人很不满意 当然不可以了 可是 你却让这个女孩子筹钱 但是让这老头进去 工作人员道 这位是谁呀 梁刚老爷子 怎么可能不正胎 只是在看着他的女儿 是不是有这个能力了而已 李二旦很疑惑 什么能力 我怎么就听不懂呢 我的意思是 这个签文里面包含着灵力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是凭借着运气 才能顺利地进去的吧 其实每个的人 所触碰到的纸张的颜色 都一样的 都是白色 每个接触的人 颜色不一样 是因为有人用了灵力 或者是本身灵力十足的人 拿出来的颜色 就不一样的 原来并不是抽签 而是看对方的灵力 真的有意思啊 李二旦的灵力 非常的厉害 所以根本不需要 刻意就流出来了 抽中的签 就是变色的了 这样的话 有本事的人 就被挑出来了 是的 这些人对那些用能力 找到好的 于是的人 也算是严防死守了 恨不能杀之而后快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想要和他们的规则 做对的人 所以这一关必须要做的 让我欣慰的是 我的孙女 现在也好起来了呢 梁刚笑呵呵的 拿着卡刷卡 刷了两个三十万 帮着李二旦 把她的那一份 三十万也付了 然后就拉着她进去了 梁玉玉也有了灵力 真的挺厉害的呀 我家孙女已经设好几年了 每次都是白色纸张 因为灵力不够 今年一下子就成功了 可见去年一年 她很努力的 算是努力了很多 李二旦道 我刚才和玉玉见面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灵力的存在 她的能力太低了 这个分啊 都是生的 就算是后再怎么努力 可能也是不会成功 不过她能发展到现在 也不错了 起码自保没问题了 李二旦道 原来是这样 我看着姑娘令气十足 不过老爷子你不用 为了我付钱 我有钱的 我把钱还给你的吧 这就拿着手机出来了 准备给她转钱 老头道 不要客气了 我有这个能力就给了 在了兵家不是了吗 我给你好处了 才好意思要好处 实不相瞒 我最近被这些老头子们 钉烧钉得紧 估计很快就要对我下手了 所以我也很担心会死 就算我一把年纪了 死了不可惜 可是我的孙女还逗空年华呢 不想死 我也是为了让你帮帮我孙女 才会和你这么接近的 李二旦赶紧道 不要这么 我对梁玉玉的感觉很不错的 她很可爱 我能帮就会帮忙的 只是为什么 你会被他们看不惯 你帮我看着我孙女 自然最好了 老头子道 至于为啥这些人看不惯我 你也应该明白原因的 我是一个赌石高手 看好的玉石 基本上都是可以出来很不错的石头的 所以他们就想要收买了 自己用 可是我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傀儡 帮他们做坏事 就被盯上了 这些人对我发了几次威胁了 让我不要过来赌石 抢走他们的好货 但是我非要这么做 我不能让那些抗争的人 孤军作战 所以就来了 李二旦道 哦 原来你竟然想要破坏这个规则 是的 我已经豁出去了 即便是死亡 我也不会妥协的 不然的话 南疆的原石 就会被这帮人给遭建了 我不能容忍 他非常平静地道 走吧 我们去看看好了 那边来了一批原石 李二旦答应了 两人一起过去了 有人用一个推车 直接推着一个石头过来了 这帮人非常非常激动 全都过去了 这个原石是从表面上 完全看不出来样子的 表面上是一层光滑的 绿色的表层 还有些绿色的绿音色 大家都在看着这个翡翠 好像是绿色的翡翠啊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 另一个人道 我看着好像是石头啊 不像是有玉石的样子 李二旦道 老爷子你怎么看 这里面有没有玉石的 老头子沉音不语 走过去拍了拍石头 周围个人都迟疑起来了 可以这样拍打的吗 主持人笑着过来了 当然可以呀 任何人都可以碰触一下的 只要不用着开始的刀子 直接切开了就好了 李二旦道 真有意思 我知道有些人可以用切开 只要看了一眼 触碰一下 就可以知道洞里面是什么东西 老爷子笑道 你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反应 老爷子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吧 你怎么看 是不是好东西 我希望你来看看 我再告诉你我的推测 他笑呵呵地看着李二旦道 你对古董的了解比我想象中更多一些 比如你刚才对他们介绍这个玉壶的时候 明显就知道很多的知识 我觉得相当不错 你怎么知道 你听了我们的对话 李二旦非常诧异 这有什么的 他对李二旦道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 我修炼的就是 内力主要的能力 就是听到你们的对话 这对我来就是菜一顶 没什么好奇怪的 李二旦笑道 原来如此 千里眼顺风耳的本事 我很佩服 好吧 我就去看看好了 很多人都围着这个原石 开始琢磨起来了 有人这里面的原石 是绿色的翡翠 价值连城 有人这里面 应该只是一般的粗糙的石头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有人里面断断续续的 有一点绿色的翡翠渣子 但是本身不值钱 只能勉强地打一副手镯之类的 李二旦过去的时候 有人悄悄地观察他 一个二十出头的伙子 乳秀未干的 能干什么 鄙视意味非常明显 李二旦蹲下来 像是拍打西瓜一样 打了打西瓜几下子 然后又听了听 这个原石的声音 后来又用手掌 按住了原石来 内力源源不断地 涌入了这个原石当中 这个检查原石的办法 真的是前所未见的 大家都很好奇 办之后 李二旦收了手笑道 看不出来什么 妾 还以为多大本事呢 就是的 看来就是一个乡八佬 什么也不懂 不懂装明白呢 这帮人尖酸刻薄的话 李二旦可是听得一清二楚的 可是他根本就不理会 依然还是按着之前的做法 左拍拍又拍拍的 一直不放手 甚至还抬起来看看 拍了拍底下的地盘的 光光两声 声音非常清脆 李二旦一了一声 牛逼啊 这个好 他一直没完没聊拍 一直拍到身边的工作人员 实在是不耐烦了 过来拦住他 不让他继续拍打 这位先生 您差不多了就行了吧 您这样拍下去 我们的健保活动 也进行不下去了 就是地 在拍打这个石头都熟了 也不是大西瓜 大家全都黑黑地笑起来了 都在笑话 李二旦 蠢笨又可笑 有人道 这是哪一个农村的铁憨憨来了吧 看着什么都像是田里面的菜一样呢 我本来就是农村来的 李二旦站起来 一脸诚恳地道 咋地 你身边一个农村人都没有 我农村人我骄傲 你还看不起农村的人啊 这人脸色一变 这家伙 真的是与众不同啊 完全不在乎农村人身份呢 梁老爷子则是点点头 赞道 好孩子 不忘本 农村人咋地了 网上数三辈子 都是农村出来的 我对你的大方很佩服 李二旦笑着道 就是地 这帮人啊 一个个的刚吃了几饱饭 都不知道咋得死好 少放屁呀 那让 我只是他不懂事 谁看原石弄得和买西瓜一样 简直是降低层次 你到底懂不懂健保啊 李二旦道 肯定比你懂 你这么明白 不如你先吧 我看看你咋的 那让 就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走过去了 回头到 这个原石的外层 有好几道柳纹 而且是那种 横着过来的纹路 一看就不行 若是里面有翡翠的话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纹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个石头 里面并不会有什么翡翠 你的意思是 这石头是一纹不直吗 没错 咋地吧 我就是这么想的 大家伙也是这么想的吧 这个很容易区分的 稍微懂点 于是知识的人 就都知道了 其他人有几个如头 大概都是一样的想法 不过也有人明显觉得不对劲 都摇头 表示他错了 但是都没开口 毕竟是官旗 不与真君子 别人什么的时候 不好发表言论 那让 我现在了 你又怎么想的道士啊 你不是能耐吗 你到底是咋样的 李二旦不理他 又回头去看梁老爷子 你咋想的 我想借鉴一下老爷子您的意思呢 嗯 行吧 我来看看吗 老头走过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李二旦的错觉 他突然觉得 周围这帮围观的人都主动的让路呢 而且 大家明显并不凑在一起话了 而是全都非常礼貌地看着他 都很尊重他呀 李二旦心道 看来这位老人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不然的话 也不会被这么多人如此敬仰 但是他到底是什么程度的能人呢 老爷子蹲在那边 轻轻地抚摸着这个原石 手顺着外面几道丑陋的纹路摸下去 然后耳朵听听 从衣服里面拿出来了一个放大镜罩着 来回地看 研究了老伴 后来站起来了 大家一起问道 老爷子咋看 我觉得 这里面的原石还是不错的 应该可以做几个极品的手镯和耳环 但是价值应该是不超过三百万元 要是想要赌 还没有很多钱 建议入手 绝对可以赚一半 大家都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刚才那个判定一文不值的 有点不高兴 这不就是和我作对吗 看不起我呀 有人就开始孕育试了 想要买下来这个原石 三百万也不多 直接就可以赚一半 也就是赚个一百五十万 一般老百姓二十年也赚不到这么多啊 比较适合那种刚刚参与赌食的人 赚点钱 还不会损失惨重 有些人是来想要一次赚个几千万 上亿的那就不行了 根本不够这些人一指头坦的 可是有人 可拉倒吧 定价不够 算了 大家就有点失望了 多少钱啊 后面的帖纸上 应看看价格是五百万呢 大家一起看过去 可不是 后面已经有价格了 的确是五百万 让人失望 这样的话 不值得买下来了 能赚到的钱 还不到定价呢 没有意义了 工作人员道 老爷子 您是这一方面的行家 我知道 可是您也不能全都出来吧 您都出来了 我的生意可没办法做了 他笑呵呵的 好像是在开玩笑 其实是一种警告 梁老爷子笑道 哦 不好意思 我看着我带来的这位兄弟 有点懵圈 所以帮他判定一下 不是故意的 你千万不要当回事啊 各位 我也只是搬门弄斧 随便几句话而已 的不准的 你们可不要听哦 其他人都笑呵呵了一句 爷子客气了 都会不在这件事了 但是看样子 是把老爷子的话 放在心里面了 工作人员问了很多次 也没有人要开架 没有人买了 刚才骂李二旦 是来自农村的那个人 李二旦你咋想的 我们大家都问你咋想的 你竟然把老爷子抬出来了 到现在没什么想法 你是不是根本就是狗屁不通 只是在这里在这装样子的 李二旦道 你不用太瞧不起我了 我要是啥也不会 我也进不来是不是 这样吧 我们打赌吧 我这就评价这个玉石 要是我对了 你给我跪下来磕三个头 一句 大哥我错了 我就原谅你了 这个不行 办事员赶紧笑道 这不合规矩的 大家还是和气一点吧 不要总是那些赌气的话 既然是赌石 就还是回归赌石本身 比如钱 呵呵 李二旦点点头 就还是在推销呗 行吧 要是我错了 我就给你一千万 你要是错了 给我一千万 这人脸都绿了 别看他逮吧逮挺厉害的 可是身上的钱 也就百十来万 根本没有那么多钱赌博 所以不可能答应 办事员赶紧到 金额太多了 不能接受这样的赌博 毕竟是赌疫情大赌伤身啊 李二旦很不满意的中美 这是干什么呢 老子和你赌博 这个也不行 那个不行的 真是晦气 最后还是两老爷子调和了一下 就给五十万 就当一丝一丝吧 两边都答应了 那然 哼 你这个有啥用 也不能切开看 有啥不能切开的 李二旦拿出来了 自己的信用卡来了 我买下来了 这个原石当场切开 看看我的判断是真的 可是 你这明摆着是吃亏啊 你看看这个势头背面贴着的铁纸 这上面写着的是六百万 而老爷子对这个原石的估价 只有五百万 还是最高价 也就是根据老爷子的估算 即便里面有真的原石的话 买下来还要赔一百万呢 显然大家已经认同了 老爷子的话是真的了 你该不会就这样认赔了吧 李二旦笑而不语 只是去给那个办事的 赶紧办交接吧 我买了 那人看看老爷子看看李二旦 你真的买了 你和这位老爷子在一起 竟然不相信他的判断 老爷子是会失望的 这位老爷子真的很厉害吗 我看你们很尊重他的想法 李二旦好奇道 大家一阵喧哗 原来这子竟然都不知道老爷子是谁 真的是太孤陋寡闻了 这位可是咱们南疆一等一的健保专家 对翡翠有三十年的烟酒 祖上曾经给皇帝健保的 也曾经出来了很多文物古董专家 你竟然怀疑老爷子的能力 你到底是哪里来的呀 啥都不懂 竟然还在好意思这里胡傲 梁老爷子笑着 都是过去的老皇历了 没看到新人都不认识我了吗 不用提了 李二旦你要是确定你选择是正确的 只管按照这里的想法去做就好了 李二旦道 好的 我就买下来了 他交了钱 就开始要让人切割了 当场检验 外面的围观群众 都是看着大屏幕 看着里面的状况 看到李二旦如此随性 这么容易就决定买下来这么贵的原始了 还是在各位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真的有点不能接受 宋甜甜就皱眉 真的行吗 这个人也没多少钱啊 是为了弄起来的 结果却要先出来那么多钱 一旦要不赚钱 可就赔光了 赵经理道 其实吧 我觉得 他的选择不一定会有问题的 老爷子的想法也不是圣旨 不定就有问题呢 既然是李二旦已经确定了是这样的 就看看吧 再 我们话不好使的 不让他买也没办法 他心道 反正不管我的事 赔钱就赔钱吧 宋甜甜问赵经理 喂 你手上有多少钱 要是李二旦没钱了 你可以帮他吧 我也没多少钱啊 赵经理赶紧道 我哪有几个钱啊 地主家也没余粮呢 看着他不高兴 他赶紧道 我给就是了 你放心 就算是杂锅卖铁 我也一定给他 李二旦签署了文件 确定了这个原石是自己的了 这时候才和大家解释清楚 其实 我的看法和老爷子基本上一样的 只是这个原石的中间部位 果然是和老爷子的一样 有一块比较成规模的绿翡翠 但是因为体积太了 所以只能有五百万的股价 但是呢 老爷子你漏看了一个地方 就是地盘的地方 这里有一层碧色翡翠 是一整块的哦 是一个碧玉盘 整整一个盘子就在下面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原石 就是最好的了 竟然这样 老爷子吃惊道 我竟然没注意到 按这里的想法 这个要值多少钱 嗯 三千万吧 李二旦道 保守估计 其实要是我的想法的话 至少五千万 其他人全都倒抽了口气 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家伙疯了吧 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开始胡熬了 一开口就是五千万 和李二旦打赌的人 简直是嗤之以鼻 你疯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啊 你是真敢 脑子咋长的呢 真的是服了你 简直是狂到没边了 其他人也全都表示 猎人大的话不可相信 这个人就是在瞎呢 完全就是一个出出茅庐的人 想要得到关注的胡言乱语 李二旦道 不要这么激动啊 我的是正确的 还是错的 一会不久知道了 这什么急 现在就开始批判我呢 呵呵 梁老爷子看看李二旦 也没再多 行吧 看看再 有人找来解释机器 有人在上面泼水 紧接着就开始切割了 巨大的摩擦声响 响彻在了帐篷里面 非常的吵闹 可是没有一个人觉得刺耳 都在全神贯注地 看着这个原石的方向 都在等待着 最后的成分是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非常清脆的卡擦声响 这个是最常听到的声音 因为一般的石头切割的声音 就是如此 和李二旦大度的人 就笑了起来 看看我过了吧 明明就不是原石 还非要嘴硬 真是丢人 闭嘴巴呀 李二旦道 没到最后呢 不要着急 逮吧逮 这就继续让那些人切割下去 一直到切割到了 三分之二的地方的时候 终于见到了一片绿色的雾气 这是切割到了绿色翡翠了 众人全都喊叫起来 来了呀 来了 的确是有了 李二旦走过去了 拿着磨刀石道 我来 你们不知道方向 会把原石切坏了 火子 你可以看到里面吗 你这么确定你不会切坏 无他 为手熟而已 李二旦笑咪咪地继续进行 紧接着 大家就看到他切割的速度飞快 一片片绿色的粉末生腾 空气中都是绿色的雾气 一看就知道 是极好的翡翠 卡擦 一声脆响 石头直接被斜着切掉了 一块废石扔到一边了 而另外面的横截面 就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大家全都惊喜地叫起来 一点损害都没有 那一块原石 竟然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害 就这么完整地被起开了 大家全都赞叹不已 李二旦真是牛逼呀 李二旦道 下面底层的这个浴碗 我不行 还是让专业人才来吧 你们从这里 有没有笔呀 我划一下 你们从这里 横着切割就行了 他拿过了一支笔来 在上面画了一圈 紧接着就走到一边去了 众人全都不知道啥了 这家伙也太扭了 竟然直接在切开之前 就知道哪里有 甚至可以画出来范围 这么自信的吗 李二旦道 别这样看着我 我就是这么厉害呀 切吧 切割石头的工人 才不管这些呢 给钱就干活呗 按着李二旦的要求 直接就开始切割下去 呜呜呜的鸣叫声响 一阵阵的绿色的雾气 直接喷出来 和阳光交汇 动发出来了一道 最美丽的光芒 众人全都惊呆了 不断地赞叹着 这美丽的场景 只有最好的矿石 才有如此美丽的雾气 梁老爷子也震惊了 看来这里面是大宝贝呀 好东西 你们就先不要动了 我亲自来切 你们心不要弄坏了 踏着就直接开始结果了 公认的切割石头机 自己行动起来 这些人也是乐于 见到他的行动 站在一边 看着他自己干活 一阵阵的飞雾之后 直接就把最下面的 那一层预盘给开出来了 果然是晶莹剔透 碧绿如洗 让人看到了 都是如痴如醉的一块盘子 十几厘米的直径 厚度在五厘米左右 这么一个完整 又杂志少的预盘 真的是很少有了 其他人也全都吃惊地叫起来 好东西呀 这要是再清洗一下 会更明显了 可不是 绝品翡翠 帝王绿 不要是千万 就算是卖过一 也不是不可能 不是吧 这个太夸张了吧 大家都在这边 议论纷纷 反正都很羡慕李二旦 这子有本事 有也有运气 竟然可以如此幸运 这些艾资彻底赚钱了 几百万的成本 换来几千万的好东西 也许这就是的赌食魅力吧 可以让人一招上堂 也可以瞬间堕入地狱 李二旦道 多谢老爷子 帮我开采了 没关系 我相信 要是你来的的话 一定开采得比我好 没关系的 他背着手 呵呵笑着 对 李二旦的成就非常高兴 才一次赌食就赢了 李二旦道 老爷子你不问我如何发现的 白猫黑猫 只要能抓着老鼠就是好猫 你有本法是最好的 我不必问 这些也是你以后吃饭的手段 看家本事咋能随便告诉别人呢 你自己保留着就是了 李二旦道 好的 老爷子 我听你的 你真是好人 梁老爷子笑了笑 我不是好人 这赌食的人 都是充满贪欲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彻头彻尾的好人呢 千万不要这么单纯 你可千万新点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哦 我知道了 李二旦道 我听你的 李二旦的这块石头切割出来 外面等着那些珠宝公司的人 全都很高兴 纷纷表示愿意 和李二旦买玉石 李二旦也没客气 就和一个报价最高的人 大体上签约了 等到出去之后就签约 对方出价是六千万 李二旦随便这么一出手 就把之前来这里的目的就实现了 这么多钱 足够让罗的困境得到解脱 李二旦自己也可以赚一笔了 但是他非常好奇 我只是个外来户 这帮人为啥这么积极地和我签约呢 他们不应该和那些大佬们一起签约更好 你不懂 首先你的翡翠是很好的 百年难见的好东西 老师我在开始之前都没想到 这个实料会这么好 他们当然都会愿意要了 而且和你签约 只要交点手续费就好了 但是和这些垄断的大佬们签订合约的话 可能还要被扒皮好几次 完全不合适 还不如和你签约呢 到时候这些大佬们生气 也只会找你算账 和他们这些人就没关系了 原来是这样 李二旦明白了 而这边办事的人对李二旦瞪了一眼 继续让大家开始看石头了 但是他故意不让李二旦参与赌石了 是李二旦已经选中了宝贝了 要自动扣掉三轮 也就是在三个人选中了石头之前 不可以再进行选择了 这可是以前都没有定下来的规矩 这是新规矩 专门针对李二旦指定的 这让人感觉到不公平 但是没人赶出来 毕竟是垄断嘛 人家愿意怎么整就是怎么整 你有啥办法 主办方开始运来了好几十块玉石 让大家选择 这时候李二旦注意到 大家都没有开始选石头 反而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看着李二旦 也不知道在想啥呢 李二旦有点无奈 笑着道 你们不要看我呀 你们选你们的 李二旦 你能不能帮我选一个石头 只要稍微给一句提示就行了 只要让我赚点钱 我就给你好处费 有道是相逢救世员啊 不如就帮帮我吧 另一个人道 你一边去 我和这位李二旦先生 才是真正有缘 不如帮我 你只要帮我发财 给你一百 不 二百万的好处费 其他人全都吵嚷着 让李二旦帮忙选择石头 让李二旦选择 可是李二旦却直接拒绝了 你们有本事就自己选 没有本事就不要选 兜了我没办法选择了 你们还为难我 是希望让我死了吗 主办方的人这才点点头 算你子聪明 要是你得了一个好的东西 竟然不知足 还想要贪得无厌 真是找死 李二旦又不欠他们的 他才不管呢 就走到一边去了 让这些人选择 梁老爷子道 你为何不帮忙 真的怕了这些人吗 李二旦白手 并不是 因为这里面 着实没有什么好东西了 这里面的几十颗石头 一个有价值都没有 没办法弄了 梁老爷看起来 非常吃惊 你真的厉害呀 竟然不用碰 就知道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了 李二旦道 我的灵力打出来之后 直接可以感受到 玉石的成分原石当中 于是厉害就是有宝石 反应越大 越是没有反应 就是里面没有原石 这些里面的反应非常 我应该只是 拿出来了一个有钱的东石头 吸引众人 紧接着就让这些大出钱 骗钱用的 但我想 大概他们已经找了有人帮忙 但是没想到 我把他们的计策给打烂了 现在这帮人可是恨透了我 只希望我赶紧死了呢 李二旦着 看向了角落里面的一个人 那人正在 用一种格外愤怒的眼神 看着李二旦 但是发现 李二旦和梁老爷子看过来了 赶紧转头 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干别的去了 你的意思是 这个家伙才是要接盘 刚才那个玉石的人啊 老爷子有点诧异 完全没想到 这帮人 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 正是 李二旦道 其实你应该也注意到了 刚才那个玉石的好几个地方 都有非常明显的拼合痕迹 也就是那两道纹路的痕迹 就是缝补的迹象 老爷子吃惊道 我真的没有发现 我只是以为是然存在的 不 是后弥补上去的 老爷子应该没有注意到 故意做成了一个伤疤的形状 让很多人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报废石头 但是 其实就是他们的奸诈的所在了 可以过卖一些想要判定石头的人 让他们顺利地将这个石头回收 然后给人一种错觉 这样差劲的品项 也可以有宝贝在里面 其他人也不会有问题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第一个就开出来这么好的石呢 老爷子心里叹息 果然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啊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本事不 也算是一个带头的大人物了 可是现在看看 果然还是不行了 他的能力以前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越来越强大的人也出现了 让人佩服 李二旦笑着道 是啊 只有这么一个好石头 其余的全都是废品 只是为了割韭菜而已 谁要是犯傻就去看看吧 反正我们就不参与了 梁老爷子道 可是你这么聪明 很容易被盯上的 到时候 这些人觉得 你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好日子了 只会非常惨 你真的不担心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李二旦道 他们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老子不怕 你不知道他们的霸道 基本上在南疆 谁要是和他们作对 不听他们的话 就不会有好下场 这就是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意思 你这一次 可能是凶多吉少了 李二旦却丝毫不在乎 不管怎么凶恶的人 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服气 很多人都在默默反抗 这些人可以把所有的不认同的人 全都扎进杀绝了吗 这不是开玩笑吗 李二旦道 我不担心 我觉得 老爷子您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不会妥协的 我很佩服您这样的人 老爷子一愣 然后白手道 哎 这样的话不用了 我也是迫不得已 事情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了 我就算是投降了 他们也不会要的 一定会把我杀了才会放心的 我想着 就算是投降我也要死 还不如战争到底 最起码还有活下来的希望 但是要是有人把我当成领头的 希望可以反抗这些人垄断 就算了 根本不可能的 愿闻奇想 李二旦很好奇 老爷子白手 此时来话长了 他们十二个老头成立的原始协会 就是为了把持价格 谁要是敢不听他们的话 就会死于非命 另外就是 他们有一个杀手集团 专门培养了一群亡命之徒 帮他们做事情 看谁不顺眼 就会动手了 我就被暗杀了数次 幸亏我也有安排 总之 一会再和你吧 我们看看这些石头的情况吧 李二旦点点头答应了 老爷子也有保镖啊 没看到 难道是藏到了别的地方去了 这时候听到组织者道 怎么都不选择呢 这些原始都是很好的东西 物美价廉 你们看刚才李二旦先生就开出来了一块 多好的品质 你们不想试试看 众人都不太高兴 也不太情愿买原始 这些人也不傻 李二旦刚才虽然很明确 拒绝了帮忙的事情 但是临走的时候那个眼神 已经明了 根本没什么好东西 谁不知道 这个组织一向都是为所欲为 吃相难看 给了那么高定价 全都是千万级别以上的原始 但是基本上都开采不出来什么 到时候丢了那么多钱 找谁里去 就算是能有点原始 可是还要缴纳各种各样的费用 也不合适啊 看看人家李二旦 就既不用担心 因为没加入那个会员组织 不需要承担一些费用 就是白得 每隔几年 就要把大家伙弄到一起 弄一些不好的石头 让大家交钱 真的是有点烦人 大家都很不满意 当然购买的医院就很差劲 就算是号召了大半 可是也没什么好结果 虽然上面催促得着急 可是大家还是申请犹豫 交头接耳 一句话也不多 其他的那些宝石收购商 也是在外面看戏 以往再怎么不高兴 这些人也乖乖地买了 就是给他们上贡的 可是今年无论如何是不肯了 还真是有意思 大家竟然都不买了 无非是多了一个 可以带着大家反抗的人 这个李二旦真的可以吗 不会被杀了吧 不过他们表面上 却是一副和事佬的样子 让大家买 这石头我们看着不错 你们要是有喜欢的买下来 就是了 有可以开采出来好翡翠的 我们一定高价购买 就是的不要担心 尽管买就是了 大家回答他们的也只是沉默 都在想着 谁要是买谁 就是大傻子 办事的人终于生气了 一下子少了几千万的收入 能不生气吗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是对我们有什么不满吗 竟然一个都没有试一试的 众人不话 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 老爷子您劝劝 那人看向了梁老爷子 眼里面都是警告 显然是觉得这帮人不配合 都是梁老爷子的错 梁老爷子笑道 这个我咋劝啊 其实看石头是需要演员的 有的时候 往往一见钟情了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没什么感觉的 因为没演员还是单纯的 不愿意花钱 故意的吧 这个我哪知道 我只是知道 强扭得刮不甜 要是一直逼迫的话 真的不太好 不知道几位老爷子 现在有什么好的宝石 可以推荐的吗 我们可以看他那个 这个原石 既然销路不好的话 就直接取消了吧 是啊 也没好石头 不如直接把这个流程取消了 有人大胆道 其他人也是分分复合 就是地 看着也没什么好的 何必要像是往年一样 全都要花高价买下来 结果切割的时候 全都是石头 也挺没意思的 这话得 是觉得我们在故意坑人吗 当然是的 但是表面上大家都在否认 这漂亮话 主办人非常愤怒走过来道 要是金没有人买的话 下一步不必进行了 我们本来准备的那些宝石 已经很多了 你们都不好好看看吗 周围的人一片哗然 这就是典型的强买强卖呀 简直是岂有此理 凭什么 就凭人家的拳头大 想要欺负 就欺负 这些人真的是愤怒又无奈 李二旦这时候道 你们逼着人家买 人家不愿意买 弄得这么不愉快也不好 有你什么事啊 办事的走过去冷声道 真的以为有点成就了 切出来了一个好石头 就可以为所欲为 多管闲事 疯了吧 李二旦道 我只是提个意见 你这么冲动做什么 做买卖嘛 有买的也有卖的 大家协同合作 自愿原则 你出来一个想法 别人就要无条件的顺从的服从 这是做买卖嘛 啊 这不是七行霸市吗 别太过分了 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再这样的话 下次可就没人敢来了 你的声音也做不下去了是不是 放屁 我看谁敢不来 马上选中石头 不然的话 即你们让我不好过 我就让你们不好过 这句话完了 众人一片哗然 他们里面的状况都不是很清楚 都是想要看热闹的 之前听过各种各样的传言 也没觉得是真的 可是谁知道 这人竟然如此蛮横 难道真的是霸道垄断 太不僵力了吧 南疆的赌食行业的繁华 都是一些泡沫 都是十二个老不死的霸道玩意 一起弄出来 想要个韭菜市场吧 李二旦道 你们一定要这样霸道 这样不太好吧 少废话 臭子你不要再废话了 不然的话 有什么意思 不要这些了 李二旦道 我来和你们对赌一下怎么样 你和我比一比 众人都是一愣 不知道李二旦啥意思 那然 你是什么意思 李二旦道 我觉得这些石头全都是废料 根本没什么宝贝成分在里面 除了我之外 很多人也都在这么想 但是你们 却真是好东西 逼着他们买 不如这样 我们对赌一下 如果这些石头里面有宝石的话 我就输了 这些石头 我就全都买下来了 要是里面都是空石头的话 你们按着原石的价格 赔偿给我一倍的损失费怎么样 要是你不敢赌博的话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咱们进行下一项吧 大家伙一片哗然 李其是啥意思 就是这些石头里面一点点的宝石都没有吗 这不是公开的霸凌我们吗 让我们花大钱买一堆废物石料是不是 这太过分了 而举办方也确实变得脸色非常难看 这人是想要干什么 公开作对吗 李二旦先生 你话能不能注意点 你这是诽谤 我的就是事实 李二旦道 我没错 你们要是不承认的话 我们不如在这些人面前公开切割 你简直是 他的电话响起来了 他赶紧拿着电话 走到一边去接听 哎 你好 是是 我知道了 他的语气非常的卑微 简直有点卑躬屈膝的感觉了 也不知道对方什么了 他回来了 然后道 行 我们的老板了 同意你的 这里面要是有宝石的话 你就要全都买下来才行吗 李二旦道 哦 这是你们又有什么信心了吗 我们的原石的质量可是很好的 怎么也不会是一点有价值的石料都没有的 李二旦道 既然这样的话 你们就来看看好了 到底有没有宝贝 哦 我的价值是极低的 并不是一点没有 里面的翡翠价格加在一起 也应该不超过三百万 行 就这样吧 我们写字句吧 我今一定要看你失败的一塌糊涂不可 这让易洋洋的完了就让人赶紧写 李二旦倒是无所谓的 他就看着他们写了字句 看着那些石头 梁老爷子很担心 我觉得这里面的宝石还是有几块有价值的 到时候你岂不是要吃亏呢 要怎么办 没关系 李二旦道 老爷子只管相信我 绝对不会有价值的 就算是有价值的话 我也会彻底毁掉 哎 你一个人怎么可以 我一个人自然是不行 老爷子帮忙啊 我可帮不了你 我甚至不知道啊 这事儿 你就不用担心了 李二旦拿起了那个玉壶来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会怎么精彩了 梁老爷子诧异地看着李二旦 始终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看着李二旦自信的样子就有点奇怪了 难道这个玉壶有什么特殊本事 是我不知道的吗 这个玉壶他得到手里面已经很多年了 几乎是没看 可是竟然完全不知道 这太尴尬了 老爷子自言自语道 我自己的宝贝竟然没有好好地研究过 人家李二旦以为我是知道的呢 结果我却一点不知道 传出去了 我的老脸还往哪里放啊 他不再多说什么了 退到一边去了 心里复杂得很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觉得很丢人 对李二旦的想法也跟着复杂起来 一开始他是充满了好感和欣赏的 但是时间长了 就有点嫉妒了 他是这个行业的太陡级的人物 那些垄断集团的人 也因为他的名声太响亮了 根本不敢暗杀他 但是现在来了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年轻人 就这么简单地超过他了 老头子真的不太服气 怎么办 我要认输吗 我要承认不如一个乳羞未干的孩子 一片头看着自己的孙女 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李二旦 眼里面都是欣赏 他叹了口气 罢了 我也不是那种见不得人好的人 要是真的好就成全他吧 玉玉要是能和他在一起 继承我的一波 我就忍了 要是不能 我也只能杀了去除后患了 李二旦这边没有意识到 老爷子的表情的前变化万化 因为对方已经拿着合约过来了 行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要是现在签上名字了 这件事就算了 要是不答应 你就要面临最大的损失了 李二旦嗤之以鼻 这是在要挟我吗 别开玩笑了好吗 我既然敢和你们比 就不怕什么后果 拿笔来吧 他拿着笔来在合约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看着主办方的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李二旦道 行 这些原始的价格是多少 我已经输了一下 是六千万五百万 你刚才赚的钱 全都要搭进去了 你真的觉得 不会有损失吗 百忙一场了 怎么会 要是你们输了 就要再给我这么多钱 我就有一个亿的财产了呢 行 好良言 难劝该死的鬼 这人这就走过去了 开始 等一下 李二旦走过去了 我要好好的祈祷一下 这人翻了一个白眼 以为这样 老爷就能保护你 你管呢 我愿意 不要浪费时间了 来呀 直接切石头 这人是一点面子不给李二旦 李二旦也不生气走过去了 首先是拿出了那个玉壶来了 用力地摸索了一下 内力挣腾之下 可以看到 李二旦的手上 明显地蹦出来了一些白色的烟雾来了 非常的迷人 紧接着李二旦用这么一只手 在每一个石头上面摸过去了 内力刷刷地 全都打入了这石头里面去了 因为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根本没有几个人意识到 李二旦在干什么 都是看到他摸了一下 可是经常有人在买原石的时候 摸一下拍拍 他刚才在买的时候拍了半囊 和刚才比起来也不算什么 因此没人注意 主办方让人拦住了李二旦 行了 差不多了 站在一边吧 为什么 是担心我坐手脚吗 难道不可以吗 李二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抬头看着李二旦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你就好好地站着吧 不要过来 李二旦耸耸肩 行呗 看看你要干什么 能不能有什么超能力阻止我 这些石头 全都被经过了清晰 然后放在了好几台的彩石机器上面 开始摩擦 切割 结果就像是李二旦想的一样 一个个的全都是石头墨子 完全没有任何宝石的痕迹 一块一块的被切开 全都是一般的石头 大家一开始是充满了疑惑的 还有人暗自担心李二旦会吃亏 也有人幸灾乐祸的 觉得李二旦这就是找死 哪有那么容易可以判定 这些石头内部构造的人呢 但是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个的完全没有任何凳问题 李二旦的判定竟然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宝石啊 一点点都没有 有嚷 我的 竟然就想用这样的石头骗我的钱啊 是啊 往年还有点呢 但是今年是彻底不演了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 李二旦笑咪咪的道 你们还要继续切割吗 当然了 主办方道 别忘了 我们这边还有好几块没有切割出来的呢 只要我们找到一块价值三百万的翡翠 你就输定了 是啊 你们赶紧找吧呀 李二旦信心十足 主办方的人找到了最后面的一块石头 这个是他们事先已经切割开来的 确定里面也有宝石在里面 价值肯定是超过三百万的 这下子李二旦死定了 他让人把这块石头切割出来 围观群众都在分析着 这块原石真的不错 外面已经有了很不错的原石纹路了 看看这绿色 已经藏不住了 绝对有好东西 是啊 我看这里面一定有 少有五百万 听这些人议论 宋田田着急了 咋办 这下子输定了 我就不知道为啥 明明赚了那么多钱 还不赶紧建好就收 赶紧撤了 这是疯了 非要掺和这件事 这下惨了 得到的全都输光了 你不要激动 李二旦不见得会输 赵经理心里也很着急 但是也没办法 既然是跟定了李二旦了 就要一起努力才行了 这块原石放在了平台上面 那人冷冷地对李二旦道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不然的话 这一刀子下去 你的一千多万就飞了 别废话了 李二旦道 赶紧地切开吧 我都等不及 要拿钱了 行 你自己找死 就成全你了 开始 万众瞩目之下 终于开始了 机器切割之下 可以看到了轻微的绿色粉末飞出来 梁玉玉已经吓傻了 这咋办 出来了翡翠了 他开始心中祈祷 千万不要出事了 那人看着绿色的粉末越来越明显 更加有自信了 看你这次咋办 卡擦 的石头被打开了 直接裂开了 大家全都开始看过去了 没办法进去的人 也去看电视屏幕上反映出来的石头 大家都想着 李二旦这次死定了 谁知道一低头 众人愣住了 然后有人忍不住 当场就窃笑起来了 原来这石头里面 的确是有原石 可是只有一条 正好就是石头切割的地方 直径不超过三厘米 正好让切割的刀片 把这唯一的玉石给切出来了 绿色的雾气 就是因为这个起来的 这不要是三百万了 就是三百块钱 人家也不要啊 根本就不值钱 没有任何的加工价值 就是一个废石头 这主办方的人惊讶地看着石头的样子 吃炯地看着李二旦的方向 你到底做什么收缴了 是不是太过分了 明明之前并不时候这样的 这里面的原石质量虽然不好 可是也不至于直接就这么点吧 是李二旦用什么办法毁了这一块原石的吗 真的是岂有此理 这子到底是干什么的 李二旦道 这话得 我可是第一次来南疆 我第一次碰到这些原石 我又不是神仙 可以随便改变现状的 你们没有准备好的原石 是你们的错 还想要企图吧 责任全都推给别人身上吗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不 不可能明明我门开的时候是有的 明明是有的 你们的意思是 你们之前曾经切开过这个原石吗 这不就是作弊吗 你们该不会是一直如此吧 把原石提前切开 然后用神奇的办法 把它们全都合在一起 这样就过分了呀 你们这么做 就是彻头彻尾的作弊现象 值钱的东西就拿走了自己贩卖 把不值钱的原石就去参加赌食 让这些人冤大头 花这么多钱买回去赔钱货 不管咋样都是稳赚不赔 其中只要放上一两个有翡翠的原石 不能一个值钱的都没有啊 一丝一丝一下 往年就是这么做的 只是近年来越来越过分了 这是作弊行为 而且金额涉及到了几个亿 这样吃果果的犯罪行为 是不可以原谅的 一直以来 这些参加赌食的人都怀疑是假的 但是没有证据 尽可以是让李二旦 把最后一层遮羞布也给撤下来了 这些人都非常生气 已经掩饰不住了 这事要调查清楚了 我们每一年都来都市的 花在上面的钱每年都千万 这样可不行啊 我们都是拥护欧阳先生的 不可能当成傻子一样的割韭菜啊 就是的 不知道欧阳先生在不在 我们需要他亲自出来解释一下 李二旦好奇地问道 欧阳先生是谁 是那个垄断组织的老爷子中的领头的 也是翡翠协会的画室人欧阳常发 哦 是很厉害的人 是的 可以是协会的中流砥柱 也是最狠毒的人 一开始协会举办的 目的是为了宣传和保护南疆的原石 可是被欧阳常发一顿操纵 剪除了不听自己的人 只留下来唠嗑听话 把赶和自己作对的人全都干掉了 就成现在的样子了 李二旦点点头 我想和欧阳常发好好的见见面 会出现的 见到你这样的 可以震撼他的统治的人 一定要处置而后快的 你真的不怕吗 要是被他们针对的话 死得很惨的 李二旦道 来就来 我想看看 另外我也知道 老爷子你很厉害的 一定会保护我的 哎 我也只是强母之末 根本不是对手的 不过我尽量保护你的 这些赌食的人开始不满地大喊起来 希望他们解释清楚了 为什么全都是石头 主办方的代理人 这一次是没办法了 就扯了 不多时 这个协会的一个老爷子上来了 两老爷子介绍一下 这是三把手 叫做杨大广 李二旦道 起什么名字不好 和婚君一个名字 闲的 杨大广人还是很和善地上来之后 也没有什么 只是劝大家 想开点就算了吧 这个赌食嘛 就是赌博的意思 自然是有中奖的时候 也有血本无归的时候 这些都是自愿的 不是强迫的 大家不用当回事 可是这么多的石头 有一个都没赢 这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反应罢了 我们也不知道 这里面没有啊 而且欧阳先生也了 为了弥补大家的损失 一会的鉴赏大会 大家可以随便选择 到时候 先生送你们大家一个人一块原石 免费的 真的 而且是当场开采 要是有让到了一个石头 没有翡翠就第二次开采 一直到得到了宝贝为止 众人全都非常的欣喜 这是先生亲口答应的 当然了 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不会让你们受到损失的 李二旦微微中霉 心道 这个老东西还真是聪明啊 眼看着名分起来了 马上就给了一个甜枣吃 是要送他们原石 一个原石 顶多就是几百万的 就可以彻底分化这些人了 这些人占便宜没够的 绝对会把之前的事情忘了 本来想要群起而攻之的 现在得到了一点迎头力 瞬间就被打击了 果然是一群乌合之众啊 不好团结 也恐难成事 这些赌食的人 也不行 非要推翻这些人 他们大部分想的就是一点 得到便宜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来南疆赌食了 虽然明知道都是骗子 可是我们也打不过呀 只能躲开了 最后一次参加 还有原石赠送 这是多好的主意呀 傻子才不要 至于协同合作 战胜这个垄断组织 也就是做梦里面罢了 杨大广此时又回头 去看李二旦 先是上下的打量一下 便笑道 你真的挺厉害的 我家先生也对你赞不绝口呢 而且有问题了 也敢当面提出来 这是很多人都没有的品质了 是一个好青年啊 多谢夸奖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 多谢欧阳先生不生气 李二旦道 杨大广笑道 怎么会生气呢 我们这次是工作失误 既然弄成了一块原石都没有 也给您造成了困扰 我们会给你赔偿的 不必 不是了要给我原本收购价格的赔付吗 我已经很知足了 这下子 我可发财了呢 哈哈 李二旦兴奋地搓手手 各位粉丝朋友们好 如果觉得李二旦的故事精彩 就请为小编点点赞 表示支持 小编将不遗余力地持续更新最精彩的故事 要想继续精彩 请按照标题顺序 开启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